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瑟 今天的视频呢是一个很久都没有录过的一个主题 就是视频分享 今天的视频呢都是一些从PLUM这个二手平台上选购的一些古着视频 这个平台呢我之前也有合作过 然后我觉得他们平台上的一些二手复古的视频还蛮好看的 这个平台购买起来也还挺方便的 你可以直接下他们的官方APP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都可以直接购买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在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说明 就是这些视频呢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眼光去挑选的 所以可能并不会对每一位观众的胃口 大家就当消磨时间随便看看吧 这个胸针是当时我在选的时候一眼就看中的 这颗胸针它的主体呢是一个这种巴洛克的异形珍珠 今年这种异形珍珠就是非常的流行了 所以我看到这颗的时候我也觉得它真的挺特别的 然后这颗异形珍珠上呢是很多这种金色的金属丝交织而成的 最上面呢是点缀了一颗比较偏圆形的这样的一个珍珠 这个像你平常在穿一些比较简单 但是就稍微有一点点设计感的衣服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它别在上面做搭配 因为这个胸针它做的不是那种很规矩很规范的那种传统的胸针样式 其实也不会给人一种很吐气的感觉 我收到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胸针它整体来说是还挺新的 价格又比原价便宜了很多 这个就是你买二手的一个好处 说不定会淘到那种橙色质感都非常好的二手商品 这个是如果我在淘宝上逛到了 然后是全新的我也会想要买的这样的一颗 非常非常特别的胸针 然后第二样产品也是我一直在戴着的 这颗戒指 这个戒指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Gucci的一款古着的小戒指 是非常素雅的这种金色的圈圈 上面有Gucci他们家的那种暗纹的印花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这颗戒指还是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低调的 这颗戒指我收到我觉得也很惊喜 因为它虽然是二手的 但是它的表面还有内圈 基本上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划痕 戴在无名纸上也非常的好看 那种很朴素的婚戒的感觉有没有 但是毕竟我还没有结婚 所以戴在绳纸上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下面的呢都是耳饰了 作为一个耳饰狂魔 视频分享里是不可能不出现耳饰的 第一副耳饰呢我选的是这一款 复古感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耳夹 它下面是也是坠有这种巴洛克异形珍珠的 今年这种巴洛克异形珍珠真的是太火了 我自己本身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珍珠 我觉得肤色比较浅的女孩子 其实戴珍珠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这个是香奈儿的古着耳环 在我以前没有了解过古着耳环的时候 我真的不太敢去买 因为我觉得这些大牌的古着耳环肯定都超级贵 但是其实如果你喜欢古着 然后你不介意这个东西 它是二手的话 古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这些饰品呢都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岁月也会让这些饰品看起来更加有味道 它因为是很久以前的款式 所以我会觉得真的蛮优雅蛮特别的 如果你也是喜欢古着的话 你应该会懂得我的心情 这个耳环呢就比较适合拍一些照片呀 或者是你去出席一些很正式的场合 戴上了之后真的是超级的优雅 它下面这颗珍珠是可以这样动的嘛 在那种很优雅很稳重的感觉里面 又多了一点点灵动的感觉 给你们拉筋看一下 因为它的珍珠是感觉真的是珍珠 所以会有一点重 可是我觉得如果它好看的话 女孩子们是可以忍受这点痛的 下面衣服是呢 是长这样 这个应该是大多数人都会喜欢的一个款式吧 就是香奈儿他们家的这个经典的标志 这个我觉得就是日常都可以戴的 因为还算是 就对我个人来说它还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款式 好它这个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是很精致很好看的一个款式 在挑那种vintage耳环的时候 这种款式都是首选 我好像每一次收到都是有戴这个橡胶垫的 这个应该是他们平台自己加上去的 这样子的话你在戴耳夹的时候时间太长 耳垂也不会太痛 另外我感觉它这个耳夹虽然是二手的 但是收到了之后都是非常干净的 耳夹其实可能还好 但是如果是耳针的话 有这种专业的消毒清洗 买起来是会更安心一点 好的 下面呢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出厂嘉宾 也是一对金色的耳夹 我对金色耳夹的爱还是没有停止 在新的一年还是如此的浓烈 这幅耳夹呢就是选的比较可爱的这种新型的 然后边边上有像这种蕾丝边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感觉我每次选的都比较可能比较偏成熟一点 但是也想试一下这种少女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适合那种很可爱的女孩子 就是平常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很可爱的感觉 我今天录之前就很头疼 其实我本来是打算每一件产品我都就是做一个不同的服装上的搭配 但是后来我想到我根本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风格去搭配这些饰品 就比如说这一对 我完全没有那种很可爱很少女的衣服可以来搭配它 所以想说破罐子破摔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应该是不会被我这身衣服影响到的 其实跟上一副比较像 但是细看呢就会觉得这一副就更加可爱了 跟那一副比起来呢 这副就是很少女的感觉 之前那一副 这副Chanel的呢 就看起来是比较亲熟一点的风格 每次在选的时候我都很纠结 因为喜欢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但是哪有那么多钱去买呢 对吧 所以就选了自己最中意的几副 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还挺感谢这个平台可以再一次给我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大家 因为多亏了大家的喜爱 这些品牌才可以找到我 所以在视频的最后也会从弹幕和评论区各抽取一位 各送出300块钱的购物基金 因为我觉得我给你们挑的礼物 有可能也不太合你们的心意 还不如直接买东西的钱给你们 你们去挑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好 就是这样啦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给我建议说 每一个视频都让我讲一下口红 我现在尽量都会在视频最后提醒自己 记得跟你们讲我用的是什么口红 今天这只口红呢 我先是用阿曼妮405 但是我后来觉得有点太红了 我就把它擦掉 然后涂上了这个Pat McGrath他们家的这个Flash 5 眼妆呢我用的就是斯福兰单色292 欲望好莱坞那一颗 好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 希望大家